如果說到五一節 大家就會親主人想到吃肉粽 不過這對著新主民來說是一個很特別的風秀 中和社區就特別跟台灣外籍配合 合作 插著新主民朋友 來跟中和社區的外人中心 跟阿嬤做回來幫肉粽 稍微看一看一看 新主民來跟阿嬤學到如何包肉粽 雖然包了不漂亮 但是他們都很認真了 對他們來說是相當特別的方式 甚至還想要包回去 給自己高雄的爸爸媽媽來吃 我來自河南省 大陸河南省 因為我們每個省的風俗習慣不一樣 像我們那邊的話 就是它沒有包粽子 我們那邊的話 它會煮白水雞蛋 以前我沒包過 但是就是和社區的這些長輩們 在一起以後就跟他們學 就慢慢的跟他們學 現在就是也會了 只是不是很好 不是很漂亮 直接包一下給我媽媽吃看看 說到肉粽子 就一定想到要來吃肉粽 但是對新主民來說 是很特別的方便 中和社區 特別到台灣多一匹 後來發展社會合作 帶到新主民來跟中和社區的活動中心 跟阿嬤來學爸爸掌 我們新主民 剛才看他們 跟我們這裡的長輩 掌握一個黑 而且我們也希望說能夠 用一種融合的方式 用一種融合的方式 大家來當天 對我們國家也好 社會也好 尤其對我們每一個家庭 應該都有正面的影響 我們的長和禮新主民非常多 往後 我們有更多的我們的新主民 加入我們的行列 讓我們長和社區 讓這些老人 可以過節節節快樂 這次總和社區的中部 來跟新主民如何包肉粽 也讓新主民學到很多台灣菜 以及紅色 希望未來會緊跟這些新主民 做會自己來參與活動 我想我們這一群的新主民姐妹 來台灣都已經生根 差不多都20年了 其實新主民在台灣來講 已經都已經融入了 台灣本身就是一個多元的一個國度 我想彩虹的美麗在於多色的共存 人生的美麗在於多元的共融 那希望未來我們新主民 可以在台灣 可以跟鄉親融合在一起 中和社區現在是越來越多新主民 也希望透過多年 讓中部來跟新主民如何包肉粽 讓他們農立台灣生活以外 也留給別人做這段的鼓勵 既然連選操佈都